我们说旧社会的三套大厦是什么 帝国主义、封建王朝、管流资本主义 这个大概就是说近代 尤其五四运动前后 其实都是引进西方的一些思想跟中国对接 整个的纵观人类历史 其实这些每个朝代 每个时代都有它各自的优点 与不足 那我们说时代在发展 现在什么都丰富了 那如果运用的好 它就是好 如果运用的不好 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物质 人被物化 本末倒置 这是非常可悲的 我们说按过去来讲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奴隶社会 我们共产主义社会最好 对吧 但是 还是在初期 只是 初期萌芽 而且要走中国特色 所以没有 所以没有 在世界范围 它没有 一个整体的 离这个孔子 这个世界大同 遥遥无期 但是有这个便利 随着这个互联网 我们说地球村 人类共同体 这个现在这些概念 之所以 有这些概念 是一个畅想未来 也在 只有说不断的努力 朝这个方向 那我们也可以 向来说 怎么分呢 就是过去 所谓地质 这个现阶段呢 属于这个 共和制 就是各自独立 但是 共同 要维护这个和平 那最终呢 如果中国人能起来 那就是 可以说 一个叫 这个大统治 我们就把孔子的理想 将来 是一个什么呢 中国的礼仪之邦 不要什么法治啊 什么 你要说道德呢 又感觉有点 空泛不好规矩 什么 其实也可以把它 作为一个制度 然后 礼乐之国 公子孟周公 就是想当初 周朝的什么 礼乐之国 我们只要听到好的音乐 其实每个人都喜欢 有 都有自己喜欢 不要听 靡靡之音 那个对身心灵 都是不好 一些调动 什么这个这个 流行呢 太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就是 海泡泡呀 什么摇滚呢 这些呢 都是听起来感觉烦躁 好像是 那那一次激动 他其实内心是不快乐 就是 当时 纯民族的呢 我们又觉得不够流行 是吧 现在又流行遇到戏曲 是吧 听起来 尤其这个 零零后 那年轻人 我觉得很好 都喜欢古风 都开始了 未来就朝这个方向 但是 这个 这个 世界大同呢 他是有一个 也是要多民族融合的 大同小异嘛 我们要讲的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不能差太多 就是大的 要这样 然后周边呢 我们 就像中国的这个多民族 国家56个民族 以及更多的民族 这样就很好 每个人都要努力 与此同时呢 要小国广民 就是 大同 他是广泛的 一个社会制度 那在外 叫国法 在家 叫家规 那国法 有的时候管不了家里的事 但是 你出了门 你要 就遵循社会 国家的 这个 更大的制度 走到哪儿算了 进庙 也在遵循庙会 各自都有 小国广民 安的是 这个 本地人的心 安的是 本身 自在的心 都叫土生土长 特色 这些是最好的 我们下一集 是 有 有